台中一中美术班明年迈入创班30届 今年学生申请入学表现亮眼 5位同学横扫全国大学美术相关科系8个榜首 创下学校记录 我是排完组的 然后在创作水墨过程中 我有尝试加入我们组的一些特色 例如说琉璃珠还有桃湖这些 然后我们未来希望可以 透过创作为我的族群尽一份心力 包含未来可能可以当老师 然后继续宣传更多跟族群有关的知识 受到AI科技风潮影响 今年台中一中有56人 录取顶尖大学电子系比去年成长 而学校棒球队成员江凯廷和陈慧 两人认识超过10年 深厚感情互相扶持也进入理想科系 棒球它是一个团队运动 所以第一个当然是训练我们的 团队合作跟人际关系的这个能力 那除此之外相较于我的其他同学来讲 我有这个棒球队的经历 可以让我更妥善的了解说 时间的规划运用 就爸爸妈妈在这方面 就没有给我其他比较多的意见 就是他们都很支持我 然后因为我自己就是觉得 棒球是比较偏向兴趣 所以就是在读书之余 就是有时间的话就练习一下 球技之类的 那以这个最顶尖的大学而言 以台大而言 我们今年录取了72位同学 相较于去年的62 有实名的增长 再以科系来 热门科系来说 医学系的部分 我们和去年持平 都是达到了44位 那比较特别的是 台大电资相关科系的 从去年的9位 达到了今年的20位 而整体趋势来看 不分大学 电资学群 我们从65位生长到了79位 台中女众今年有26人 录取顶尖大学 医学系可见医科热门不减 也有学生半工半读 录取正大正新计划 希望改善家中经济 主要是最简单的嘛 就是可以帮助我妈妈过得更好的生活 因为我觉得我妈真的太辛苦了 她一个人要带三个小孩 然后又从上海到台湾这样搬来搬去的 真的是非常辛苦 我希望以后赚的钱能够让她一十五优伴 第一个是我希望能够挑战一些高难度的手术 就在现阶段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 那第二个就是 因为我爸爸是在偏向的地区医院服务 所以我希望之后可能也可以去补足偏向医疗的人力上的不足 那另外呢 我们征选入学的总人数呢 已经达到303人 那五所顶尖大学共计139人 那占我们全体高三同学的22% 那另外我们ER类呢 今年台大医科有五位同学 那总计呢 ER类今年有26位 那各个类群的表现呢 也比去年就是进步非常多 大学方榜时刻 几家欢乐几家愁 学生若学测成绩或申请入学表现不如预期 可把握机会准备7月份的分科测验 续评加基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